所以現在看看潘威倫跟黃志龍兩個是不是來個雙人恰恰 他會不會敲電子三太子這個嗎 應該是不會吧 不過我確定他們兩次不會掉鋼索 因為我們現場掉鋼索已經有角色了 國民健康衝 好 安威倫要帶國民健康操 真的有這個音樂啊 我以為我們找不到了 萊恩 萊恩跑太遠了 他就發比目了 來一段的簡單的舞蹈 好來看看統一師隊的吉祥物跟他們的球星們來帶領大家 現場的球运朋友一起同歡 我可以確定的是這段沒有彩排過 這段絕對是臨時佳延的 所以被拱上去的感覺不是很好啊 還好來後來有出現 要不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Super Junior應該他比較熟悉一點 不過三位球星也盡力了 而且他們也為公益團體募集了九千元 而且豁出去了 廠商因為他們的跳舞又加碼下去了 再加碼三萬了 對 所以非常恭喜統一師的三位球星 他們在第一節的結束這段時間 來一個24秒的公益投籃挑戰賽 也讓大家不但看到球星 而且他們做了一些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我覺得在NBA有NBA care 因為許之於社會 真的要用之於社會 回饋給這些需要幫助的一些弱勢的團體 嗯 一點都沒有錯 那麼球迷朋友呢 當然也可以加入這個捐贈的行列 讓我們把愛心傳到台灣的每一個角落 對 藉由這樣的一個活動啊 可以讓更多需要幫助的 弱勢的團體得到的幫助 籃球員棒球員其實在很多小孩子的心目當中都是偶像 沒錯 而且有些的籃球員棒球員 甚至一些運動員 職業運動員 尤其在美國 很多都是出生貧困的家庭 他更知道說這些小朋友需要一些鼓勵 正向的鼓勵給他們 嗯 像您說好這兩天在奧蘭多 他還跑去民眾家幫他們蓋房子 對 那也讓小朋友覺得很意外 一個驚喜 對 所以在台灣呢 其實這些球星們呢 也可以從事很多這樣的 有意義的活動 跟小球員互動 像現在這個所謂的城市跟球隊的結合 就是一種方式 我覺得不在於說 你捐了多少錢 或是你捐了多少力量 你有開始 結果後續就會跟進 有投入 對